山崎正流所正式迈过了百年大观 和日威如今俨然成了一门最时髦的学问 那它跟苏干威士忌又有什么不同呢 日威就跟开了挂似的 在五大国际威士忌赛事里连连获得大奖 今天社长就来和大家回顾回顾 山崎威士忌的成神之路 嗨 皆さん 空尼奇华社长带你看日本 大家好 我是社长刘洋 刚刚过去的2023年对日本的威士忌来说 是一个重要的年份 因为建立于1923年的日本首座威士忌蒸留所 山崎蒸留所正式迈过了百年大观 说起山崎是不是你也有同样的感觉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周围的亲戚朋友突然就开始喝上了日本的威士忌 那些个印着大大的汉字的酒瓶子 也频繁地出现在朋友圈里 喝日威如今俨然成了一门最时髦的学问 而作为日本威士忌的鼻祖 占据了现在日威半壁江山的山崎 究竟是如何把酒香传遍大街小巷的 今天社长就来和大家回顾回顾 山崎威士忌的成神之路 保证你听完了 以后在跟人出去喝酒的时候 也能谈笑风声唱谈日本威士忌文化 那逼格也是满满的 当然了如果你还想听更多的关于 日本的历史文化和商业的故事 也欢迎大家订阅社长的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精彩的内容每周都更新 不要错过 说到山崎威士忌的来历 那就不得不提到它的创始人 同时也是大名鼎鼎三德利集团的创始人 鸟井新智郎 鸟井新智郎其实最初是靠做葡萄酒起家的 1907年鸟井所酿造的甜口葡萄酒 赤玉外饮开始销售 因为很符合日本人的口味 一进入市场就大获成功 1921年鸟井在大阪市的东区 创立了三德利集团的前身 寿屋诸事会社 此时虽然寿屋已经占据了 日本葡萄酒市场60%的份额 但鸟井并没有满足 他把目光描向了另一种知名洋酒 威士忌 在当时的日本 这还是一个完全空白的领域 因此鸟井决心要酿造属于日本的国产威士忌 于是在1923年 鸟井就找到了刚从苏格兰学城归来的竹鹤正校 当资本遇到技术 这哥俩一拍即合 说干就干 很快两人就在大阪和京都交界的山崎 共同创建了日本第一座 威士忌蒸留所 山崎蒸留所 之所以选址在这里 鸟井和竹鹤可是经过了好一番的考量 对于酿造威士忌来说 水源和熟成环境都尤为重要 位于天王山山路的山崎 很早就因水而闻名 据说日本的茶圣千里修曾在这里建立茶室 而且这里靠近贵川 宇治川 穆金川这三条河的河流处 水气旺盛 湿度很高 可以说是酿造威士忌的天选之地 精心挑选了这么一处好地方 鸟井和竹鹤都是信心十足 觉得国产威士忌的大麦就在眼前 终于在1929年 被寄予了厚望的首款国产威士忌 白渣面试 就是这个 可惜这款白渣 并没有按照大家所想的那样 带着竹鹤和鸟井正式起飞 然后走向人生巅峰 反而是直接导致了这哥俩的分手 这支用传统苏格兰技法尿造的威士忌 具有浓厚的苏格兰尼梅渣子味 加上熟生时间不够 偏爱柔和口感的日本人实在是难以接受 白渣的销量残不忍睹 口碑直接铺盖 白渣虽然失败了 但好歹作为山崎正流所的开山之作 还是拥有很高的地位的 这不最近三德利给他复刻了 主打一个情怀 话说回来 在首战遭遇滑铁炉之后 作为CEO的鸟井 随即决定调整企业的战略方向 转为开发更加平衡圆润的 更符合日本人口味的威士忌 而技术主管竹贺却坚持认为 要尊重正统的苏格兰威士忌的酿造方法 道不同不相为谋 最终两人没有谈拢 就此分道扬镳了 单飞的竹贺带着梦想再次出发 随后走遍了全日本 终于在北海道的渔士厅 找到了纬度和气候 都与苏格兰相似的完美长治 建立了渔士征流所 并创建了NICA主持会社 这也是日后三德利集团 在日威领域的最大竞争对手 关于NICA的故事 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 我以后也可以单独做一支影片来聊一聊 我们说回山崎 和竹贺分道扬镳之后 山崎征流所又推出了一款红渣 但销量依然不尽如人意 直到1937年 角瓶的上市才挽救了山崎 角瓶所使用的原酒 经过了更长时间的熟成 香气浓郁 但是口感清爽 非常适合日本人的口味 也很适合用于调酒 特别是对嗨棒 也就是嗨爆的普及 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值得一提的是 这个角瓶的平身设计 也非常经典 灵感源于硅壳纹 瓶体用传统的切子 玻璃工艺雕刻 充满了东方的风韵 直到现在 都是山崎旗下的畅销产品 经久不衰 1950年 山崎征流所又推出了一款 调和型威士忌 老牌 就是这个 这款酒的包装 明显是受到了 苏格兰威士忌 欧伯的启发 圆咕隆东的外形 也让老牌 获得了达同妈 达摩的爱称 在小金阿尔朗的名作 秋刀鱼之位中 几个毕业多年了的上班族 开同窗会叙旧 老师也应要出席 酒过三巡 老师正准备起身告辞 弟子健壮赶紧说 等一下 把这个带上吧 边说边把一瓶老牌 塞到老师的怀里 这么个硬广直入 在日本经济的高度成长期 威士忌的生产 也步入了高增长轨道 当时东京闹市区 处处可见新开业的酒吧 华灯初上纸醉金迷 各式各样的洋酒 塞满了整个酒柜 光是想想这个画面 就已经有了微醺的感觉 靠着脚瓶和老牌的大麦 山崎蒸留所出产的威士忌 已经流入了寻常百姓家 拥有了很高的国民度 但要说真正的明星产品的诞生 必须要把目光投向 三德利的第二代掌门人 佐治靖三 作为鸟井新智郎的次子 佐治靖三介入了首席调酒师的位置 当时的日本正值调和型的威士忌 叫全盛期 山崎蒸留所之前生产的 也都是调和型威士忌 佐治靖三不是一个暗于现状的人 他决定在山崎蒸留所建立60周年之际 推出一款能代表日本的单一麦芽威士忌 所谓的单一麦芽威士忌 就是由单一酒厂所酿造的 完全以麦芽为原料的 不同年份的威士忌调配而成的酒 要制作这种酒 就需要调酒师对不同年份的原酒 有独到的认识 在两年多的时间里 以佐治靖三为首的调酒师 从十万余同原酒中精挑细选 不断的试错 终于赶着山崎六十大寿的时间点 推出了第一款单一麦芽威士忌 这就是现在被爱酒人士 奉为永恒经典的山崎十二 可是由于我们的预算不足 没有准备 抱歉 值得一提的是 佐治靖三在包装设计上 也花了心思 平身上的这个山崎二字 由佐治靖三亲自书写 崎字的这个右半边 形似一个寿字 既是对山崎十二年的 这个诞生的祝福 也是对鸟井新的郎 在1899年所创立的 寿屋的纪念和传承 对于传承感的重视 大概是日本企业 独一份的精神内核 1989年 为了纪念鸟井新之郎 创业九十周年 山崎征流所 又联合同为三德利集团的 白州征流所 推出了调和型威士忌 享十七年 享西年呢 也成为三德利旗下的 又一钢顶之作 社长顺便也跟大家 科普一下 日本威士忌的年份 虽然我们这个都不是年份酒 在这个酒瓶的标签上 那个数字 代表的是这瓶酒里年份最低的原酒酒业 怎么理解呢 就拿山崎十二来举例吧 这瓶酒啊 可能是由多个年份的酒业调配而成的 而最年轻的酒业在木桶中也成年了12年 另外呢 还有可能混有20年30年的原酒也不一定 讲到这里 社长不由的想到中国的白酒厂商 到今天依然总是玩概念 什么30年较长 什么50年原浆 请问消费者买到的一瓶酒里 能有一滴30年前的酒吗 话说回来 其实在山崎十二年和享十新年刚推出的时候 并没有在日本的威士忌界掀起什么浪潮 日本的威士忌的销量在1983年来到顶峰 之后就开始走下坡路 特别是在1989年90月法进行了重大修订之后 威士忌的销量更是一落千价 这些情况与当时的泡沫经济的破裂有直接关系 日威的再次崛起还是要等到21世纪 拯救它的不是什么国内的营销 而是来自欧美人的清烂 2001年 全世界最著名的威士忌杂志 Whiskey Magazine第一次举办盲品比赛 威士忌世界选出293款产品参赛 尼卡旗下的于是10年丹一麦芽威士忌 获得了最高分数7.79分 总分是10分 一举夺得了最高奖 Best of the best 这是来自日本威士忌第一次获得世界最高奖项 顿时整个威士忌界都被震惊了 从此日威就跟开了挂似的 在五大国际威士忌赛事里连连获得大奖 两年后的2003年 三德利的山崎12年又获得了国际烈酒挑战赛的金牌 2007年 尼卡的竹鹤21年和三德利的响30年 又同时获得了世界威士忌大赛WWA的大奖 在之后的十几年的时间里 日威每年都有斩获 拿奖拿到手软 风头已经完全盖过了老大哥苏格兰的威士忌 很多朋友可能会有疑惑了 既然以山崎为代表的日本威士忌 是失成苏格兰威士忌的 那它跟苏格兰威士忌又有什么不同呢 是怎么样做到清除于蓝而胜于蓝的呢 这里市场就要讲到一个很基础的知识 就是威士忌的味道40%来自于圆酒 60%来自于木桶 因此这两个要素都是决定威士忌味道的关键 那我们先来讲一下圆酒 去参观过威士忌蒸馏所的朋友 肯定都会被那些造型不一 闪着金属光泽的铜质蒸馏器所吸引 没错那些蒸馏器呢 就是影响威士忌圆酒风味的灵魂所在 苏格兰的酒厂采用的都是单一蒸馏器的模式 也就是说每一个酒厂只有一种蒸馏器 只生产一种精神风格的圆酒 比如著名的格兰捷的蒸馏器 是所有酒厂里最高的 达到了5.14米 蒸馏过程中只有最轻盈 最纯净的酒精和香气 才能达到最顶端被提取出来 而其他的杂志呢 都被长长的铜质天鹅镜所吸附掉 所以格兰捷蒸馏出来的圆酒风味 都是非常的柔和淡雅 而麦卡伦的蒸馏器则刚好相反 个头非常矮小 颈部也非常短 那么酒液在蒸馏的过程当中 与铜臂接触的面积就很有限 蒸馏出来的圆酒也会保留更多的风味物质 味道也更加的强劲 更加的浓郁 而反观山崎蒸馏所呢 则采用了完全不同的模式 里面有16支蒸馏器的造型完全不一样 有纸筒型的 有葫芦型的 有灯漏型的 所做出来的圆酒风格也截然不同 社长上次去山崎蒸馏所参观的时候 酒厂的工作人员就介绍说 三德利的山崎和白州两家酒厂 分别可以做出40多种和60多种风格 各异的圆酒类型 然后再进行搭配组合 就能做出最顶级的调合型威士忌 响的系列就是这么出来的 说完圆酒我们再来说木桶 前面社长提到 威士忌有60%的味道 来自于酒和木桶之间的互动 那么日本威士忌在木桶方面 又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其实日本在最初开始酿造威士忌的时候 也是学习的苏格兰 使用的是美国的波本桶 和西班牙的学历桶来进行陈年 而这两种都属于橡木桶 但是到了二战的时候 西方国家停止了向日本出口橡木桶 山崎面临无桶可用的局面 不得不组织专家小组 在日本的本土寻找橡木的替代品 几经波折 他们终于在北海道找到了完美的替代品 水油墓 他们发现用水油桶陈年的威士忌 会展现出独特的椰子 菠萝等热带水果的风味 甚至还有一丝檀香的特殊香味 对于西方人来说 这种来自东方的神秘香气非常的独特 能让他们联想到寺庙 于是水油桶似乎就代表着东方的产意 现在三德利旗下的这些大名鼎鼎的威士忌 背后都少不了水油桶的功劳 说到让山崎征流所火出圈的 除了其连连斩获大奖之外 还不能不提到来自威士忌圈最顶级 最权威的大咖 吉姆穆雷的神助攻 这位老哥在2015年编撰的《威士忌圣经》里 把2013年的山崎雪莉桶单一麦芽威士忌 选为全球最佳威士忌 满分100分的情况下得了97.5分 凭了有史以来的最高分 这一重磅消息又是让苏格兰的威士忌厂商们泪流满面 除此之外 一些高评价的影视剧也起到了助推作用 2003年 三德利投资了电影《迷失东京》 由斯加利·约翰逊和比尔莫瑞出演 获得了第76届奥斯卡最佳原创剧本奖 这部电影讲的就是一个美国明星来到东京 给三德利旗下的想17年拍广告的故事 全世界的观众都被这部电影中展现出来的日本文化所吸引 也瞬间进入了比尔莫瑞在拍摄广告时说的广告语 让享受的时光变成三德利的时间吧 就是在这几个方面因素的共同影响下 山崎征流所出品的威士忌正式搭上了火箭 频频以天价的方式出现在大家的视线中 2020年8月21日在香港邦汉斯拍卖行 一平山崎55年单一卖牙威士忌 以620万港币成交 约合人民币525万 新台币2500万 创单凭日本威士忌的历史新高 不说这些顶级的拍卖款 就拿入门级别来说 涨幅也是相当惊人 记得2015年的时候 社长刚刚开始接触日本威士忌 没记错的话 那会儿一平山崎18年也就是2万日元上下 而如今过去不到10年 山崎18已经涨到了15万日元左右 这收益率不是完爆市面上的大多数理财产品 社长是真的后悔当时没有多囤几瓶了 不过话又说回来 威士忌跟其他理财产品之间最大的区别在于 对于大多数威士忌收藏者来说 这纯粹是一种兴趣投资 反而价格的涨跌并不是他们最关心的 社长所认识的所有威士忌收藏者 几乎都是狂热的威士忌爱好者 所以对于他们这些人来说 投资威士忌最大的风险 其实就是他们自己 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 他们就有可能把自己的投资给喝完了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本期节目 欢迎订阅点赞评论 我是社长刘洋 我们下期再见